三江园冬天的第一场大雪 通常在十一月就会落下 入冬后 野外的日均气温 迅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中午最高气温 也不超过十摄氏度 曾经生机勃勃的三江园 冷清冷 水面也开始结冰 变得无声无息 这样静静而严酷的环境下 动物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挑战 哪怕是高原之王雪豹 也一样备受煎熬 雪豹是隐身高手 无论是在草地上 还是丛林里 又或是峭壁下 它们的毛发 都有着极好的保护色 在这个画面里 有一只雪豹 正蹲守在草丛中 你找到它了吗 它刚刚捕杀了一只炎羊 连日来第一次填饱了肚子 现在 它在思考如何处置这剩下的 来之不易的美食 一只赤壶已循着血腥器找了过来 气味越来越浓 眼看大餐就近在眼前 赤壶才发现雪豹 就在赤壶一步三停 小心翼翼的时候 一只喜鹊飞了过来 它们常年追着雪豹要食物 胆子大多了 雪豹没打算给喜鹊分一杯羹 也没打算理会喜鹊 直到又来了一个讨厌鬼 雪豹终于烦不胜烦 山头上又飞过来了几只突鳩 它们是大自然著名的青岛夫 专持动物尸体 此时也虎视眈眈地盯着雪豹手中的炎阳 雪豹意识到 已不可能安静地享用完到手的食物 最终不情愿地离开了 留下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 食物匮乏 天气冷酷多变 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着所有物种的极限 但也有一部分动物 却在此时迎来了它们全年最劝悦的交配期 这只雄性白唇鹿正在求欢 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 也是地球上栖息海拔最高的鹿类 它们体型庞大 背毛厚密而粗硬 发情期间 雄性白唇鹿会饮食不振 性情凶猛 所以通常也会变得十分手续 这只雄性藏羚羊也在求欢 雌性藏羚羊全年有一半的时间 不是在生孩子 就是奔波在生孩子的路上 直到每年冬天的繁殖季 雄性藏羚羊才开始核群 供羊努力征服最大数量的母羊 并将它们集中在一起 通常一只雄性藏羽羊会聚拢十到二十只母羊 但几位挑战者一直在周围徘徊 牧羊羊也沉迟不愿顺从 公羊得拿出点本事 给它们瞧瞧 藏羽羊不愿是三江源 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 在这海拔四千米 氧气含量稀薄的龙都世界 它们奔跑的速度 还能够达到每小时八十公里 第一位挑战者退出了竞争 但很快 第二位挑战者就已登场 藏羚羊的鼻腔和口腔都格外宽大 两个鼻孔内各有一小囊 帮助它们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 畅快呼吸 雄性藏羚羊的羊角 长约六十厘米 通体布满像竹笋一样粗硬的横棱 顶部尖锐垂直向上 是它们天然的战斗武器 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 每年都会有藏羚羊 为争夺交配权格斗致死 又或是像这样折断羊角 羊角折断不会再生 可以预见 这只藏羚羊将有可能永久失去交配 以及繁衍的权利 这只去年出生的亚成体小羊 以来错热闹 通常雄性藏羚羊发育成熟 第一次参加繁殖时 最小也要两岁半 得胜的公羊把小冒尸鬼轰走了 现在它已充分展示了雄性的风采 羊刚以及勇敢 可牡羊们还是有点不情愿 公羊还得再表演段才艺 就一小段 草原上赫尔蒙的气息越来越浓 牡羊们也终于心悦成福 好了 下一位 这已经是一次成功而完整的交配 藏羊有一套适应高寒气候 和天敌环四下的交配策略 虽然每次交配的时间只有几秒钟 但交配期却长达二十多天 公羊和母羊在这期间会不断重复交配 以提高母羊最终的受孕期率 交配期结束后 雄性藏羚羊送别了雌性藏羚羊 到第二年春天 雌性藏羚羊将带着肚子里的新生命 再次开启那场亘古不变的大栖戏 雄性藏羊